我要给大家讲解如何换大切螺机的机油 这个是一个3.0T的柴油发动机 这些我们需要基本工具的就是大概图上所示的 这是一个机油滤芯 左边是RICO 右边是一个国产的 RICO是一个澳大利亚的品牌 但是它代工也是世界各地代工 比如这个是一个Made in Korea韩国产的代工的 这边是一个国产代工 但是可以打开看到 它们其实是长得一模一样的 这个视频我们先是用这个RICO 下次有智慧再用国产的吧 然后 那个 这个也是RICO的一个空气旅行 就是进入发动机空气的一个旅行 也是RICO产 但是好像是一个中国代工产的 然后我们的机油用的是 加斯德的持户 然后我们先把车给立起来 大家注意我都用了那个发动机 JKStand 然后这是一个那个机油出口 然后我们就把视频放这里 我要把机油出口的那个螺丝给拧开 这样子机油就很轻松的留下来 我把下面接了一个比较大的桶 因为这个发动机是6.0 3缸的 所以 是6缸的 所以它 油出的油会比较多 所以我们要注意 也必须此地使用一个比较大的机油桶 不然的话很容易会滤出来 然后 在我们把油滤出来的同时 我们上来把那个 发动机的枝盖给打开 枝盖的话只要用力往上拔 就会拔开来了 很容易 不用担心把它损害 然后我们先把那个 只有进口的那个盖打开 这样子能让油流得更加快 然后我们这一步是把 要做的 趁在流油的时候 因为它可能要半个小时 这样子能流进 我们把那个进气口 那个 进气空气滤芯给把它换掉 我们先把 为了换空气滤芯 实际上是不需要拆这个 进气管道这一段 但是 因为那个 呃 机油滤芯它在这个进气管道的下面 就是我这些手的下面 所以我得把这个管道给拆开 这个是一个进气的一个传感器 呃 我发现它不用拆开 所以就去把它留着了 然后就用两个十字螺丝刀 就可以把这个 进气管道给拆开 很容易 用力一拔就拔出来了 然后 然后下一步是把这个进气盖子 它是那个小卡扣 有三个小卡扣 小卡扣 轻轻 就稍微用一丁点力把打开就好 然后看到这是一个原砖的 呃 那个空气滤芯 其实挺干净的 因为这是澳大利亚跑的也不是很多 可能就 两万公里吧 然后 也没有去什么越野啦 就是在城市跑 所以 我看打开其实挺干净 但是它说明书上说 两万公里得换 一万公里 每一万公里就得换一次 然后我就把它给换掉了 大家看到其实不是特别真 但是下面还是 那个积了一些落叶 这个的话 避免不了 任何车都会有积落叶在里面 我们把它擦一擦 把这个空气滤芯擦擦干净 毕竟都是进入发动机的空气 所以会比较关键 然后 我用吸尘器 也 刚才用吸尘器 把这些灰尘什么也洗了一下 这个Vico的这个空气滤芯 我买的 是在这些最大的 这些气配 都是在澳大利亚最大的 一个气配店买的 叫做Shope Trip Auto 就是超级便宜汽车 价格的话是 这个滤芯是30多澳元 就花人民币的话 可能150多块钱吧 然后把它放上去 它有两个方向 反正 它不是一个正方形 它其实是一个长方形 然后你刚才可以放下去 那肯定就放对了 然后我们就把它给扣起来 就 往里面 就后面这样子一塞上去 然后卡扣一卡 然后我们下一步 就是拆机油滤芯 机油滤芯的话 我说过就是在 那个进气管的管道下面 你看我前面的套筒 前面 我们用一个二十七毫米的套筒 就可以把这个拆开 你看套筒前面有块蓝色布 因为我怕什么灰尘什么 进发动机 所以用蓝色布把那个进口给遮了一下 然后套筒扭开差不多了 然后就可以把它拿出来了 我用一个纸箱 反正它 这些油滤的发动机 常常到处都是 虽然 我没有做得很好 但油倒出来的滤出来了 好 这个滤芯呢 其实是在这个滤芯盖子里面 用力拔出来 大家应该戴手套 我因为比较穷 没有买手套 然后 把我们要钻的滤芯 往里面一拆听到咔嚓一声 轻轻咔嚓就会进去 然后它可以在里面旋转 掉不出来 我用纸把这个滤芯盖上的那些 杂质什么擦擦干净 其实还挺脏的 这个车 离上次刚好是只有七个月 然后里程的话已经有一万公里 还不到一点点 然后把这个香蕉圈也换掉 我们用 买 日新里面送的香蕉圈 把它给钻上 钻到圆 相同的位置 这个时候呢 那些油已经流了差不多了 然后我们就把那箱 废的油给拿出来 好大一箱 然后 然后 我们现在要做的事情 爬回去 把那个 螺丝 给钻回去 就是 只有 绿口螺丝 理论上 这时候应该用扭矩扳手 但是我现在没有扭矩扳手 所以我就直接用平手干了 大家看到后面 那个切接顶后面有一个支架 就是支架是非常关键的 大家下车的话不要给弯了 然后在密封圈上这时候要把 要散点机油 散一层 薄薄的一层 这样子它就凡是它会 油会 机油会漏出来 好 我们先 就是这个位置 对 我们先手把它给扭上去 这个机油滤芯的话 买来的价格也是 二十多澳元 换成人民币的话也就一百来块左右吧 然后 用这个 二十七毫米的套筒 二十七毫米套筒 其实是非常大的 一般的工具盒不一定会有 所以其实我 做了一半的时候 我跑到奇培地去 又买了一个 二十七毫米的套筒 所以大家做之前一定要 准备好这个套筒 因为不是一般的工具箱 你会配有的 是挺大的 这时候其实也应该用个扭矩扳手 好 这样子就相当于把 那个 机油滤芯给装回去了 然后 我们现在要把 呃 发动 机的进气管 和空气滤芯 直接这一段的进气管给装回去 装回去 装回去的话就很容易 只要把它 塞回去就好 就会用力点 你看 对 然后把螺丝给散进 我自己就把它省略掉了 接下去 就用力一尊 这个稍微有点紧 其实 然后就加机油 这个机油的话是 一共要加7.5升 我买的是一个10升的机油 然后10升机油的话 这是个全合成的 然后它是符合那个大切 它是原产说明书上的那个标准的 然后 我买的价格好像是 六七十澳元 相当于人民币 四百来块钱吧 这个价格肯定是比国内便宜 而且肯定 这边买肯定是个正版 然后我们加的一定差不多 是程度看看机油是否加满了 看看有标词 好 加满以后呢 我们要把那个 发动 把 那个 移标盘上的 数值 就是机油 使用周期 那个给清零 具体清零办法就是 不打着 发动机的情况下 先把电源开到 引擎打开 情况下 列踩两次 列踩三次 油门 然后就可以清零了 然后我们清零以后 把车拿出去试试看 转一圈 看看 会不会有漏油的情况存在 我这个使用了一个 两倍的速度播放 所以其实我开的没有这么快 因为毕竟在社区里面 歇数只有50 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个人的 心理作用 反正每次 不管我是从 4sd 换完机油 或者 这次自己换完机油以后 我总觉得发动机的声音明显 能小很多 这是我个人的一个感觉 然后 跑一圈的话 你发动机的油温也基本上来了 然后 这个时候 我们回去以后 我们就可以看看 你那个游标 游池里面 你的机油 到底有没有夹满 如果没有 加到那个满的那地方 或者太少 我们就得再加一点 加满以后 比如说第二天能观察一下 那个方 下面有没有漏油呀 或者 那个 自由滤芯的地方 有没有漏油 这个就是最好 接下去这些能观察一下的 一般来说是不会漏油的 对 大概就是这么一个情况 就是 关于如何换 那个大切柴油的自由滤芯 基本总的成本是在100澳元以内 就是500块人民币 好 我看到一只野生大夫 从面前跑过去 在那里看我们 好的 谢谢大家观看我的视频